以前有一陣子是 類似大學成那種歌唱比賽 然後呢 我剛好 我那時候發片 然後我就當所謂的評審 我就坐在那邊評審台 然後呢 一號男生唱什麼歌 絕口不敵愛你 然後唱完 二號男生唱什麼歌 絕口不敵愛你唱完 三號男生上台唱什麼歌 絕口不敵愛你 所有人 真的 那個時候 你那天沒有看到標題 你那天是 絕口不敵愛你 歌唱大賽 你誤會了 沒有... 那個時候男生 要是不會唱鄭中基的歌 千萬就不要出來混了 請問你自己有沒有在... 就是把妹的時候 把自己的歌拿出來唱給他聽 他感動了 自己的歌很少 很少 那你都用誰的歌 自己的MV就好了 放給他看 放給他看 那裡面有人聽 那他很注意看那個MV的時候 雞哥...我有一個疑問 那二月三日是寫給誰的 這也是寫給以前女朋友的 對啊 那還說沒有用自己的歌 把妹 沒有 那是懷念 說謊 二月三號你會唱嗎 會啊 來 願望就在 飄堂多年以後 把我的心留在 你的眼眸 願望就在 二月三日 你的深沉 向全世界宣布 你是我的皇后 不會啊 我小時候聽雞哥的歌長大的 不是 你唱歌可以 你不要弄一些口水 在我們趙哥的頭上 趙哥 不好意思 不是 我這一集就你來就好 我們四個人可以唱 沒有啦 趙哥啦 趙哥沒有 剛剛那麼秀過頭了好不好 趙哥哥有造型 以前有一陣子是 類似大學成那種歌唱比賽 然後呢 我剛好 我那時候發片 然後我就當所謂的評審 我就坐在那兒評審台 然後呢 一號男生 然後唱什麼歌 絕口不敵愛你 然後唱完 二號男生唱什麼歌 絕口不敵愛你 唱完 三號男生上台唱什麼歌 絕口不敵愛你 所有人 真的 那個時候 你那天沒有看到標題 其實那天是 絕口不敵愛你 歌唱大賽 你誤會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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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男生 要是不會唱鄭中基的歌 千萬就不要出來混了 就是說大家自選曲 都不約而同的 就是絕口不敵愛你 沒有 譬如說 不是絕口不敵愛你 就是什麼你的眼睛 背叛你的心 都是他的歌 對啊 那我們來問問這個 內地來的朋友 彥兵啊 彥兵 彥兵 可是那個在 就上海你比較熟嘛 對 你們上海的男生 會用唱情歌來把妹嗎 還是會啊 還是會 我覺得那是全世界的套路 套路 就是男生都 全世界的絕招 嗯 招數 因為我以前是 因為在音樂學院嘛 所以 經常就是看到很多同學 就是拿吉他唱歌給女朋友 女孩子聽 心意的對象 然後就過來就 就結婚了 一個星期以後就變女朋友 對 就比較早婚了 不要這樣講 現在就結婚 這樣又結很多次了 真的 你看 那彥兵今年幾歲 我24歲 25歲 25 他84年嘛 84年那個時候 我一歲 我們是要處理 現在就要下來來個家 不要...不要這樣... 這樣就造成... 國共戰爭很危險 戰爭... 鄭中基先生 你知道背叛這首歌 是很火的嗎 知道... 內地也很火 香港也很火 對 有聽過 曹哥先生削海了 這一把削道 削道... 厲害 我跟你講 做歌手就是要這樣 削道一曲 就削道 那有人在裡面削好幾曲 我的天啊 那削海囉 對 我跟你講 最近厲害 自己買飛機 真的還假的 難啊 削這麼海 厲害... 是不是 開客氣什麼 誰說不能喝的 我自己買一台 不照合對不對 好...來 你看 非常不可 把妹勝哥排行榜 終於要到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真的是 代表我們很多男人的心情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幹嘛生氣啊 幹嘛突然生氣 想到誰了 OK... 我跟你講 這個男人發生這樣的事情 真的很慘耶 你那時候唱這首歌的心情是 怎麼樣去詮釋 我的天啊 因為我那個時候都不太了解 整個歌詞是講什麼 然後都是... 對對對 然後是支持人 慢慢跟你解釋 對 講講他自己的眼睛都快丟下來 我說 OK...好...我知道 就是很慘嘛 他說 對...很慘 因為當初我看到您這首歌的歌詞的時候 我的反應是這樣 很慘... 因為這個你知道 你知道你們這些女孩聽不到沒有 你的眼鏡背叛了你的心 你知道我們有多少... 冷靜... 你們繼續接著講 冷靜... 太多往事了 這個歌... 你閉嘴 你們三位 宴兵了 宴兵... 宴兵... 謝謝... 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好不好 來... 音樂 對 別裝作怨然溫柔 別裝作一切平靜如酒厚 我們曾愛過了多少個年頭 瞭解你誤悔不算足夠 請原諒我的坦白 別以為我什麼都不明白 感覺漸漸缺少的一點點 告訴我你都已經在改變 你背叛了你的心 別假裝你還建議我的痛苦和生命 還建議我的眼淚 還建議我的憔悴 愛騙我一切不愉快都只是個誤會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為何不乾脆滅絕我對愛情的衝擊 讓我輕輕的流淚 淚乾了不再後悔 讓我知道愛上你是最失敗的誤會 謝謝… 謝謝 謝謝